大家好,我是大雄 先播报一个好消息 俄乌举办了开战以来最大的交换俘虏行动 双方各换了200人回家 那些乌克兰勇士们可以回国了 在阿联酋斡旋下 俄罗斯与乌克兰星期三各自释放200多名被赴人员 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大规模的换服行动 俄罗斯国防部周三晚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 在阿联酋的人道主义调停下 248名俄军被赴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俄罗斯 俄空军已通过军用运输机 将上属人员送往了俄国防部下属医疗机构 接受医疗和心理援助 同日乌克兰负责换服事务的部门在社媒发文说 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了战争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换服行动 乌克兰共有230人获释 包括130名武装部队军人 55名国民警卫队人员 38名边防军人员 1名警察和6名平民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祝贺被释放人员返回家园 他誓言将尽一切努力争取乌克兰所有在家人员获释 自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俄乌双方进行了多次交换被俘人员的行动 美国近期解密的情报评估显示 俄罗斯越来越依赖其他国家来推动战争 他在最近几周对乌克兰进行的空袭中使用了朝鲜导弹 彭博社报道 白宫发言人科比星期四告诉记者 美国认为俄罗斯至少在12月30日和1月20日的两次袭击中 使用了朝鲜提供的导弹 科比还说俄罗斯计划未来几周继续使用朝鲜提供的弹道导弹 但他没有说明美国如何获得这些情报 弹道导弹的射程可达550英里 拜登政府官员计划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这一问题 称朝鲜向俄罗斯转让导弹 违反了安理会多项禁止与朝鲜进行贸易的决议 美国也计划对这些武器交易的促成方实施新的制裁 科比说我们不会容许其他国家秘密支援俄罗斯的战争机器 他进一步说美国相信俄罗斯正设法从伊朗取得进程弹道导弹 不过美国并不认为德黑兰已经交付这种武器 近几个月俄罗斯频繁使用伊朗生产的无人机 对乌克兰发动袭击 英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了源自朝鲜的弹道导弹表示谴责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发表声明 敦促朝鲜停止向俄罗斯供应武器 俄罗斯在2023年的最后几天和新年期间 不断的向乌克兰发射了大量的导弹和无人机 暴露了乌克兰防空系统的弱点 导致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其目标是军事工业和基础设施 乌克兰总司令瓦列里扎如日内证实这一点 但许多导弹落在市中心的工业楼 购物中心和妇产医院 尽管乌克兰的盟友呼吁加强防空 乌克兰也做出了惩罚性的回应 向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市发射了无人机 造成至少26人死亡 总体而言 俄罗斯能够比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数量和更频繁的攻击 这展示了他在西方制裁的加尔连三下悄悄培育的工业实力 这场空战是在一条禁止的前线进行的 俄罗斯现在似乎已经主动进攻乌克兰阵地 这与去年夏天乌克兰反攻时的情况发生了逆转 军事地图上的细微变化对俄罗斯有利 俄罗斯军队向巴木特北部和南部推进 占领了伯赫达尼夫卡和克利时期夫卡的部分地区 乌克兰军队在去年夏天的数周血腥战斗中赢得了这些村庄 并希望从这些村庄包围被占领的城市 尽管多次进攻 俄罗斯军队无法将乌克兰的一个桥头堡 从赫尔松地里伯和东岸的克林基村移走 最近几周乌克兰特种部队抢占了俄罗斯人的先机 占领了蒂尼伯和三角洲的岛屿 以及河岸的一大片地区 并从内里进行了反炮火攻击 俄罗斯军队在试图突破乌克兰防线时 损失了143套军事装备 俄罗斯指挥官感到非常沮丧 据报道 他们命令部队穿越乌克兰雷区 这是一种被称为朱可夫演习的自杀战术 尽管在欧洲最肥沃的国家的平原上 展开了这些殊死战斗 但俄罗斯于12月29日揭开了空战的新篇章 在黑暗的掩护下 其向基辅、奥特萨、利沃夫和哈尔科夫 发射了至少156架无人机和导弹 乌坎武装部队表示 这是对基辅最大规模的一次空袭 军事分析人士表示 这是近两年全面战争以来 针对乌克兰最大规模的一系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乌坎空军击录了114枚导弹和无人机 但无法阻止俄罗斯造成39人死亡 159人受伤 24小时前 纽约时报发表了其编辑委员会成员的一篇专栏文章 呼吁乌克兰进行谈判 谢尔盖、施梅曼写道 夺回领土是想象最佳结果的错误方式 乌坎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雷巴在某上回应称 今天数百万乌坎人在巨大的爆炸声中醒来 我希望全世界都能听到这些爆炸声 在所有写到疲劳或据称俄罗斯已准备好谈判的编辑部里 美国总统乔拜登 敦促国会重新通过向乌坎提供610亿美元的军事拨款 他表示 这清楚地提醒世界 在这场毁灭性战争近两年之后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目标仍然没有改变 他试图消灭乌坎并征服其人民 必须阻止他 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智库战争研究所SW写道 这次袭击似乎是俄罗斯几个月来 试验各种无人机和导弹组合 以及测试乌克兰防空系统的努力的结果 战争研究所表示 截至12月29日 俄罗斯主要或专门使用无人机 牺牲了这些相对便宜的工具来探测空中防御 并找出最佳飞行路径 此次 俄罗斯仅使用了36架见证者型无人机 和120枚各型导弹 战争研究所表示 这次实验取得成功 乌韩军队未能拦截多种导弹 这次实验也是提高了导弹产量 数月准备工作的顶峰 乌韩军事情报部门去年10月估计 尽管受到制裁 俄罗斯每月仍能生产约100枚导弹 这意味着俄罗斯一晚上就消耗了大约一个月的产能 这样的弹幕规模难以为继 这在经济上也是不可持续的 乌韩商业报纸 经济真理报根据福布斯数据估计 俄罗斯在无人机和导弹方面的成本 为12.7亿美元 俄罗斯2024年的全部国防和安全预算 为1570亿美元 第二天乌韩表示 他向莫斯科、比尔格罗德、图拉、特威尔和布莱斯克等 城市附近的俄罗斯军事基础设施 和国防工业设施发射了70多架无人机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其击落了32架无人机 这表明其中许多无人机都安然无恙 就报道 比尔格罗德有25人死亡 地理定位的镜头显示 第二天布莱斯克是上空冒出了烟雾 这表明乌克兰可能已经成功袭击了俄罗斯第二大微电子生产商 克里姆尼ER工厂 据报道 该工厂的大部分产品都供给了军方 俄罗斯对此作出回应 12月31日 乌克兰表示 击落了俄罗斯发射的49架无人机中的21架 这个数字异常小 可能是因为许多无人机是针对乌克兰前线 而不是平民地区 这是俄罗斯惯用的策略 他也向哈尔科夫市中心发射了6枚S-300导弹 造成28人受伤 并于凌晨1点再次的使用无人机发动袭击 对商店和咖啡馆造成进一步的破坏 但没有造成更多人员伤亡 1月1日 乌克兰空军表示 从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发射的90架 见证者无人机中 有87架被击落 目标是奥德萨 利沃夫和迪内波罗 当天晚些时候 6枚俄罗斯导弹 袭击了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 造成了28人受伤 乌克兰的许多盟友呼吁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 但只有英国做出了承诺 成将向乌克兰运送200枚空射防空导弹 英国国防大臣格兰特·沙夫斯表示 普京正在测试乌克兰的防御能力 和西方的决心 希望他能够从失败中夺取胜利 但他错了 乌克兰表示 1月1日夜间 俄罗斯发射的10架见证者无人机中 有9架被摧毁 1月2日夜间 又一波无人机和导弹袭袭来 包括35架见证者无人机和99枚各型导弹 乌克兰称其击落了所有无人机和72枚导弹 他使用美智爱国者防空系统 击落了全部的10枚KG-47匹首高超音速导弹 取得了一场重要的胜利 1月2日乌克兰对比尔格罗德再次发门空袭 发射了至少17枚导弹和无人机 造成一人死亡 并于次日向比尔格罗德发射了十几枚导弹和几架无人机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俄罗斯的袭击模式证实了乌克兰经常声明的立场 即如果克里米亚落入俄罗斯手中 仍将对其南部地区构成安全威胁 许多袭击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导弹 都是从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发射的 战争研究所在一份战略文件中写道 如果克里米亚回归乌克兰 或仍掌握在俄罗斯的手中 乌克兰国防的成本和挑战将发生巨大变化 该智库并表示 如果乌克兰解放克里米亚半岛 以及俄罗斯占领的南部地区 那么对赫尔松 尼古拉耶夫和奥德萨的迫在眉睫的威胁 就会消失 而对梅里托布尔的威胁 也会大大的减少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